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人都说 我持烈线要保养 我心想 对吧 持烈线要保养 可能他们是这样想的 持烈线吧 持烈线吧 你说真的 问心一句 大家 问心一句吧 可能我未去到年纪 因为有些网友在年纪大一点 我跟大家说 持烈线不要说什么生生 持烈线硬了很多 真的 各位不好意思 我现在要吃个 因为我真的好饿 我呢 通常来说 应该送我们很多东西吃 但是我不吃就可以拆了 所以网友送给我们 这个叫什么 例如 合图粗 我都喜欢吃的 但是他这些吃得好多岁的 一定要用紙巾兜住 今天讲 这一节讲第一个案 我说 这几个都真是好困难 五个 香港 十六至二十岁 十六至二十岁 真的是好小 可能我们年纪大 我自己十六至二十岁的时候 就正正式式 现在我形容别人的那些 慘陆青年 不是自己又是 我经常觉得 我现在看了个儿子 那时候很小 我们十六七岁已经刚刚 但是我们看自己十六七岁的照片 现在看回头 其实不是也是年纪 你那时候觉得自己不年纪 其实不是也是年纪 是呀 又出狗毛 又吵开 但是个人吵到二十六寸腰 吵到指板人那样 牵挤到指板人那样 你以为自己很有型 好了 但是呢 都真的 是不是真的不同了呢 你这么大胆 又这么蠢 虽然的 结果就虽然了 五名十六至二十岁的少年男女 涉嫌组织援交妹打劫集团 真是狼死了 其实只有几个人而已 什么集团呢 首先 在社交媒体上联络嫖客 接着派少女去酒店和嫖客接客 期间 那几个男人就突破男子 就特贼嫖客 染狗他们拿照 逼他们下载财务公司的软件 或者跟家人借钱 有名嫖客 一共算失了十六点三万 其中一人更加被人在银行户口 設下指令 每个星期要支付三皮 那这些卖戏不够光棍 太狼狼 你迫到别人不报警 也不笨 人家叫一下鸡而已 大哥 不用这样决 好啊 如果呢 在西国附团面 判法院 承认五人内的两男一女 搶劫和勒索等罪 法官将案件压下到十月二十二日判刑 等候女社会报告等等 更新中心和教徒所谓报告 即是说 这几个被告 其实他们是有 已经是之前会有些 有些拖拖拖著 好了 三名认罪被告 包括是 陈颖彤 是女仔 莊浩軒 和王胜奇 陈颖彤承认两项勒索罪 莊浩軒 承认串谋勒索 搶劫和盗撕罪 王其胜 就承认 三项洗黑钱罪 洗黑钱 好了 好了 一名事主 阿X和阿Y加上合共算 失了十六点三万 案情说 事主阿X 在二零二年的十二月六号 现在说到两年前 透过Telegram 协议支付六千元换取性服务 怎样这么贵呢 即是现在 即是那些驼地妹 十六岁啊 那时候那女儿未必是十六岁 不知道 但是真的这么想贵吗 各位网友 我不出去玩 我不知道 但是自从开关之后 其实呢 各方面的物价呢 因为要竞争 都是向下调的 大家自己 当然 每一个人都花钱不同的价值观 其实呢 你这样进酒店博一下 协议和女儿 六百元都可以了 不用六千元的 你说 如果你说好一点 我想一千多百 不用下去得那么尽 啊 X当晚呢 他去尖沙水一家酒店 和女被告 陈颖同性交 可能 这里没有说到 有没有帮 我想可能正在帮 其间两名男子突然进房 就用冲烟 鱼鱼 大马 他说 叫你老母 你搞我妹妹 又是这招 搞我妹妹 好招 喂 起床 喂 什么石头 起床呀 叫你老母 你知不知道你搞什么 你老母臭气 我妹妹来的 十二岁而已 糟糕 大哥 不是吧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玩什么 叫你老母臭气 还这么想多话说 你老母臭气 起床呀 不想到她的雀夫 喂 这个人很奇怪 打她的姐姐 喂 你没有装衫 你个人要厚底一点 当然啦 不想到为什么 我小时候试试一次 我忘记在床里有个浴池 唐人嘲 就是 浸池 我在那里挨一下挨一下 一只小小而已 你看我这只小小 一只小小 一吹 一吹一吹 我都没出声 他还凶羹我 不喘 喂 喂 喂 我什么都害了 伤害了 我虽然怎么起来 他说 我便打他 我们是一群残骚少年 噢 但一起床 觉得自己赤条条 躺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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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疹 我一条章 em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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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em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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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他就說你那邊搞我妹妹,然後拳打卻就是,然後呢,他還拿了AX, 麻煩麻煩,豪哥,豐叔豪,為甚麼呢?因為我們下午,各位,這一個就是我們最無敵的,羅宋湯, 我想,很久沒有講的,其實羅宋湯都是我們,不要說是喜為,我們買了四年入面, 不是其中一室,他絕對是最詳細的產品之一,而每一個不喝牛肉的,一是有牛肉的,就沒得講, 喝過都說,一定是全香港最好喝的羅宋湯,不用講的了,你有沒有找我們羅宋湯? 我給你講,一會兒有沒有夠不夠? 夠,我給你喝過都夠,喂,好冷靜,真是,OK,真是冷靜, 我應該弄一碗來拜神,所以他是牛肉, 好了,跟著拳打腳踢之餘,他還拿了X,即是被他打, 被他打,被他打,被他打,用手機拍的過程, 好了,跟著呢,當年,那時候,喂你喊狗狗, 其實老實講,他說三個,兩名男子入房, 十,六至二十歲,我當我給你,那時候兩年前,我當你兩個十八歲男子, 不過我不知道那個X是甚麼,我真的不想念你, 是嗎?除非那女兒,原來你十四歲而已, 這樣就大了,莫子,如果不是, 喂,你兩個狗二人, 不是啦,不是啦,不是啦,你說玩玩,說錢還說錢, 打我,喂,我是不是啦, 驚訝好了嘛,或者是你妹妹還是你媽媽啦, 是不是呀? 不確定的, 因為你大隻,十幾歲的骨子都還沒有橫, 好了,跟著, 所以,兩男,在市主銀包裡,拿了八千二元, 又不給他,不要再三個,你媽媽, 還拍他拿照,又恐嚇他,解手機, 你媽媽是解鎖,你不解鎖, 我把你拿照上去罪罪網,那他害怕就照做, 拿照而已,不要收索他,男人, 在兩男強迫底下,他還要在手機上下載, 貸款平台的X-Wallet,然後要用他的國人才借錢, 借錢,借完之後呢,他還要打電話給你, 還要逼他打電話給你, 叫他,你媽媽,你媽媽,你媽媽, 打給你媽媽,不要救我媽媽, 但是那個人也要打給你媽媽, 他很慘喔,打給你媽媽,叫他媽媽, 轉了五皮給他, 他真的慘喔,幾十歲人來就打給媽媽, 你媽媽,你先拿著五皮給他, 那一隻,他整個不損失了七皮, 他就說,真不知道什麼事, 第一,他可能很久了,很瘦弱, 第二,可能他也是很小, 如果不是你發端,酒店裡面, 肯定有些東西立的,肯定有些東西立的, 快點跟他亂打過,大學大藝, 未必想贏, 都驚動到外面, 老實講, 可能他真的很受弱, 或者,也不是受弱, 受弱都不怕, 可能女生真的不夠清, 如果不是, 屌你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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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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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屌你有沒有, 你玩東西, 屌你有沒有, vomit, 屌你我 01, 屌你有沒有, 屌你有沒有, 很多人都是陪人 好了 很棒 好 你忍不住 好了 又去聯絡 又是 陳瑩彤 今次是三千元 其實 總之他要你落搭 如果你說三千元 二千元 好了 阿Y在酒店和陳瑩彤性交的時候 陳瑩彤和阿Y表示 我哥哥會來接我的 阿Y都廢話事理他 一聽見這些事 可能在下面談 或者在上面房間說哥哥來接你 一叫他開門 不然無緣無故叫哥哥來接他 阿Y都廢話事理你 立即決定離開 阿Y比較聰明 一聽見哥哥來接你 什麼事 決定離開 誰知道 突然間 就被阿莊浩軒等四男 推回入房 四男是難搞的 按一下嘴 你不要吵 你不要合作 好了 但都突然了兩分鐘 接著他們在阿Y的錢包裡 拿二千五元 然後逼阿Y打電話給朋友 借七皮東西 然後呢 將七皮東西轉賬到王其勝的銀行戶口 所以王其勝就被人過 到了凌晨時分 莊浩軒和另一個男人 就帶阿Y的那張提款卡離開房間 為什麼凌晨時分 那十二點 即是第二天才可以再禁錢 再一個帳戶到兩兩皮東西 接著呢 他們又要求阿Y登入網上理財後 交出手機 然後阿Y事後發現呢 他們還在銀行那裡設定了一項定期轉賬的指示 每個星期要轉賬三皮東西給王其勝的銀行戶口 阿Y在事件裡面不見到九皮 九萬二千多 嘩 屌你了好嗎 喂 首先呢 實在衰緊的 他當你不報警而已 但是呢 夠不夠狼啊 喂 你看這小子 真是好狼啊 真是好狼啊 大佬 第一 你叫女兒正正經經收穫清衫便算了 是啊 還好 找多幾個女兒來做雞 她說真的 她們可能喊人 選人的 看見那些東西吃得住的 就是什麼 吃不住她的女兒都不上房 對不對 你不想像個豬鐵盒一樣 不要說她做啤梨這樣 你嘗試搞我 對不對 我實在跟我鬼鬼鬼吵 隨便也是那樣 十二三歲 你不可以談 另外一件事 這些呢 我真是 我替她很可惜啊 這個人 寺康寺英村上樓 還要很便宜 73元 我忘記了 吊了十本 吊了十本 真是很便宜 星期日 只是兩天前 凌晨四點幾 有一位男人 藉著駕順風車 送你回家 在中區兜搭了一個 蕭軒後的女子 在 車程期間 還給那些酒的女子喝 趁那女子 不性酒力的時候 進行非禮 我想都是駕骨刮膝 中區警員 透過大量閉路電視之後 在十月二日 以威懾侵犯罪 拘捕一名本地的 四十八歲男子 據說 這個男子的任職職業 是化驗師 事發時駕著Tesla的私家車 我不知道你化驗什麼 似乎 都是一個很職業的人士 要駕駛Tesla 小中產 起碼 我竟然這樣 想著 沒事 9月29日凌晨四點多 三十歲的受害人 在中區一帶消遣後 獨自回家 一個女人 三四點 在中環走 然後還要來吃空 然後還要去吃好 寫一下 可能反聚 等候交通工具期間 那你同時沒有敵哥 敵哥蓋好 敵哥蓋好其他 等等 加了300元 突然間 有一個駕駛的男生兜搭他,說順路送你回家,小姐, 要請受惡人上司加車,他都記得舊女兒, 正常真的不夠感常,一個女生, 正常都不會這樣聊, 這樣說, 我們少年少學是這樣聊的, 但你是一群男生, 好,他真的上過車, 然後在途中,他就給一些酒精飲品, 受害人喝,受害人又喝, 到了受害人不勝酒力的時候, 他是非禮受害人, 據知受害人被送到港島區住所之後, 因為醉酒感到不舒服, 就回家裡休息, 受害人被送到港島區住所, 因為醉酒感到不適回家休息, 即是甚麼呀? 應該是否受害人被送到港島區 這個男子住所, 因為他這樣不適回家, Anyway,他就回家, 第二早起床, 他才去報案, 為甚麼呀? 因為他不舒服, 所以先回家, 警方於是視乎看大量閉路電視, 鎖定目標車輛和被捕人的身份, 在油尖旺區以猥蝕侵犯罪, 拘捕一名48歲的本地男子, 那應該不是男子住在港島區住所, 應該是送到他回家, 應該是送到他回家, OK, 他已經是真的, 那個女子, 覺得是軟距了去的, 他初初想去撿撿, 接著呢, 那女子軟距了去, 他沒有強行來, 是送他回家, 但上下其手就肯定有, 好, 他女子覺得, 他沒有斷面, 不過, 因為他不舒服, 所以第二早起床才報警, 這樣, 那, 那, 警方現在用會侵犯罪拘捕, 48歲的本地男子和檢獲犯, 按時穿著的裝出, 和, 那個被捕男子的私家車, 那這件事, 那警方叫人家盡量不要送他, 不要送他手上車, 你問我, 湯真, 怎麼會啊, 好了, 這件事, 是否, 真的很難說, 是否會罪成的機會, 我都很難說, 因為我會覺得, 沒有個案子, 他會有罪成的, 嗯, 這些, 你拿他, 下車再入他都行, 老實說, 上車, 是否很棒, 封鎖, 我也沒有喝, 買來想, 即所謂, 專長過, 就是, 那就是, 推老婆, 我跟世後有不同的表, 不推得老婆, 好了, 這件事, 真的非常有問題, 昨天因為我們有嘉賓, 也要趕點時間, 其實這件事, 我真的越看越不知, 就是盜使, 涉嫌, 謀殺致障, 這件事, 好了, 裏被告, 吳馬如根, 即是誰呢, 死值的老母, 在錄影會面說, 她是經過舊同事介紹, 認識這個, 做中醫的男被告, 張子才, 他曾經向張子才求醫, 後來又跟張子才, 學習這個紫微斗數, 所以, 張子才也是師父, 以紫微星人來的, 好了, 2017年12月, 姓吳一家三口, 和張子才合租涉案的村屋, 你不要好, 無端端端, 怎會跟一個, 講不答白, 是吧, 所以可能, 便宜一點, 反正是, 我們三口人, 三口人, 兩個女兒, 住兩間房, 她這個龍尾, 捉了七百尺, 捉了三間房, 你一間房, 大家分租, 真的打算這樣, 後來才加起來, 另外一個姓張的徒弟, 好了, 老實說, 正常, 朋友好, 真是很難的, 相見好, 同住難, 好了, 後來, 張的另外一個徒弟, 張子才, 張希善, 也搬進來, 和他一起煮, 這個是女徒弟, 女被告說, 他的女兒, 吳甄宇, 除了聽障問題之外, 即是聽話之外, 沒有其他疾病, 沒有病, 沒有病, 智障的意思其實是低一點, 可能八十多, 那樣, 好, 2019年8月, 她發現女兒, 不是好食物, 又不喝水, 又偷喝完後台, 他們呢, 和女兒出家的時候, 女兒又會自己走開, 然後, 又發現女兒在左面, 雙腳有刮傷, 後來, 她師傅就跟他們兩夫妻說, 是她用拖鞋, 和烏鷹, 去拍打他們的女兒的, 然後解釋, 因為她要拍一些不好的東西出來, 我看這裏看好了, 拖鞋我明白, 怎樣找烏鷹去拍打女兒呢, 是不是烏鷹拍打她的女兒呢, 第一, 就是烏鷹拍, 第二, 你要抓一隻烏鷹回來, 放在拖鞋底下, 打, 不然, 有沒有可能拿出手, 烏鷹, 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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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可能的, 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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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呂被告呢, 也就是夜晚啦, 因此便沒有帶女兒去求醫, 警員便問, 吵你師父, 你跟女兒進行了幾次儀式呢, 吵你被告說, 師父平時會唸經, 這裏有逼一下額頭, 另外, 師父有一次跟女兒進行了一次正式的儀式, 當時, 他在客廳放了一張椅子, 周邊放了很多塊石, 石頭之間, 用承索綁著, 就要女兒採一張椅子在上面, 然後師傅擺一把劍想想一些東西 這些儀式感是很重要的 其實做每一件事 我們現在有這個terms比較好 就是儀式感 你就這樣可以結婚簽個子 所以儀式感不是很重 但是簽個子 就跟你不結婚同居兩件事 簽個子 又拜天地 又跟父母叩頭 那個儀式是沒有什麼的 就等於我們去扮黑社會入會 不是真的黑社會入會 自己都不是黑社會 但是是騙人家 不要說騙人家 譬如說黑社會 譬如我現在做一個青龍會 就是以前都有 青龍教 青龍教會 騙人家 我怎麼都要給人家看 神教會 你去哪裡都好 都說去跟阿楓水豪或者廟街 有時候把戲攤很多銅器 尼泊爾那些 神像印度教 後面有觀音 紅字殺 整個廳 暗暗紛紛 一帶兩個善衝進去的時候 進門口 進去見到東西 細聲一點 我師姐在念經 嚇咬他 不要亂講話 現在閘對師傅 天色又暗 那你一開門 師姐停一停 看一看你們 師姐 他們很自然的兩個也會在後面 師姐是這樣的 帶著他的情緒進去 好了 他們用石頭綁住 廳裏面放一張椅 周邊放一些石頭 石頭之間用繩綁住 事主又坐在椅上面 然後他自己一開書 給他一把劍一臉 我問我 你要坐 喂 屌你了 場面都夠詭異 好了 竟然繼續問 為何他會被架溝性侵 呂被告就說 在八月中 八月中 師傅跟他說 喂 你的女兒要跟陰人性交 破壞了個處 就不會發生這些事了 OK 為甚麼呢 因為他現在就是處 OK 所以發生這些事就是 他女兒不吃東西 不喝水 只要跟陰人性交破壞了 避免損毀陽氣 我不知甚麼意思 不是跟男同女特別緊一點 他媽媽說聽完之後 有些猶疑 師傅跟他說 不是 真的有這個需要 於是他一起去旺角買架溝 就一起買嗎 這個是買架溝 老老實實說 張師傅在架溝上面寫上符 他媽媽說的形式很噁心 所以原本是由張師傅另一個名女徒弟進行 但女徒弟不願意 我告訴你 聽到這裏說 他都用架溝而已 女徒弟 但是很明顯 我覺得 根本 首先 一講說 因為要跟陰人性交 這個一定是騙救人的 陰人 你師傅 你有沒有怎樣性交呢 你以為何為陰人呢 如果陰人就不需要架溝了 如果陰人 首先我聽到第一是鬼 OK 這樣就不需要架溝了 第二是女陰的 OK 由頭到尾我覺得 你師傅這樣的浪費 是受想琴那個女 絕對是的 但是你很難這樣講 於是隨著故事 可能隨口說 可能逐步逐步來 都是叫做有部署 可能隨口說 說完之後 這個師傅有點像我比你 自己都不信 自己都不信 於是說 不用什麼的 我拿一條架溝 為什麽呢 如果不是 他剛剛可能會懷疑我 拿架溝就不會懷疑了吧 他架溝可以的 不要緊 我在上面寫一符 接著說 你怕 他為了避嫌 叫女徒弟去 怎知女徒弟又不肯 是呀 這些是不是他一直猜得到呢 可能是 但也可能不是 是隨著故事發展 好了 進行儀式的時候 他要說 女兒喝下茅台 茅台 於是乎 她喝完茅台 在儀式的時候 就半醒半醉了 那樣 女兒被告話 因為不敢看 只是在門口裡 就算了 你倆給別人 找個女兒 找屋實 找屋架狗來 她於是似零話端 偶爾裝下去 當時女徒弟 那個本來跟她做 那個做儀式的女徒弟 要在場 一度拿著架溝 嘗試辦性交 但最終她不夠膽 就是女徒弟不夠膽 通膠溝下去 好了 在這個時候 張師傅說 唉 等我來 於是就很認了 OK 然後她沒有看 躺在床上的女兒 就叫 很冷 然後叫了幾聲 儀式就完了 戴上手套的張師傅 就吩咐女徒弟 和張希倩 即是本來跟她一起住過 用紙巾清潔 我不知道是甚麼 是假糕清潔的事主 如果這樣看 她可能沒有真的親身上馬 都可能跟假糕通她 但是 首先 以我 對這些 原學的認知 我真的不知道有甚麼 阿楓索侯剛剛在這裏 楓索侯有沒有聽過 用假糕這樣去 用真糕也有些道理 是吧 用真假 又是那些性交主說 哪有這些東西 不是 真糕我都不敢跟她爭 真的有雙修 你用假糕 好了 警員就問了被告 在涉案的時候 你有沒有見到 女兒被人打 或者性侵 她就說 沒有見到 其實不知道 要驗屍 女被告又說 她女兒在第二天 在書桌休息 瀑在那裏 到凌晨四五點 張子柴就告訴她 和她老公聽 她女兒呼吸微弱 又說會請示祖師爺 叫她女兒被告 等多陣 但是呢 那時候其實她和她老公 已經決定報警 根本你們一早就要報警 因為她女兒是報仇日的 其實 我不要說她沒有心 先不要說我師父 說她兩夫婦 根本是如不可及 迷了 真是瘋狂才引狼入室 女兒 死了個女兒 你有沒有 喂 真是 現在這男人總被坐牢 我現在兇狗她 都不夠Hero 她都坐牢 你坐牢出去找我 只是想一想 收手猛猛 你整身紋身紋 紋到臉上去馬尾 握神騙鬼 你好不好 臭頭 真是這些含家產 多謝一陣